大不静香 平生遭己十堪商 自从两地生公目 致使香魂反复香 出界昨天 十方才是高峰高老师 说这个三道开封 下门还得接场去 刚才我们的师哥 鸾一诚老师过来 好像催了一下 那边无场摘过墙 为了高老师能顺利上场 翻了十分钟头 高老师不容易 连说一个钟头的书 本身就得叫着底气 还得上那边去说相 传底 他本身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头发这个 体质不是特别好 但是很喜欢锻炼 喜欢提速修 说的不错 下去修订了一点 马上就来接场了 换上学徒来 接说这个八仙全传 昨天 正说在田螺经罗园 遭受子害 罗元西下两个孩子 长子孙仙次 被他跟他的夫君堵死了 这个二儿子叫孙娇 孙娇是娇荣经转世 与他这大哥孙仙次两世的冤仇 这一辈子投胎 不为别的 就会找他大哥报仇 跟父母定计 把大哥堵死了 一连过去 那么六七年的时间 孙娇长大了 这孙娇原本呢 就不是个正常的这种人类 这是个妖精 娇荣经 结交意识 学了一些个妖魔的法术 长到这么十八九岁上 他看自己的母亲 田罗经罗元 长得十分貌美 欲兴无礼之事 有备于人伦 昨天说的这点 那罗元自然是不能同意 娘两个在屋里边吵架 这孙娇一伸手 田罗经一张嘴 慷张一头 把孙娇这手就给咬破了 孙娇大怒 到家里边的水缸里边 把他母亲这田罗壳 就是当年他修炼 没有练走的这躯壳 给拘出来 一做法 把他母亲给收回这个田罗壳里 好可惜千年的道 练的头来 还回到了这么一田罗 所有的法术都没有了 这孙娇一看 变成田罗了 什么事也干不了了 怎么办呢 想了一主意 我把他吃了 这是生他的母亲呢 他说这个孙娇不是东西 就在这儿 想到我要吃了他 搁厨房里边 这边御北左脸准备就是呛锅 正在这会儿 西北千天过来 一块黑云彩嘎啦啦 一响了 把这房顶给挑了 有打外边一阵飘过大雨 就把这田罗经给冲走了 孙娇在后边 他一看是怎么跑了呢 自然是不能让他跑 而且来说这个雨下的不像是正常的雨 这肯定是有人做法术区来的 可不如说正常的下雨 那冲不过 怎么办 在后边紧紧追赶 昨天正说到这儿 田罗经随了水流 进了淮河 咱看这解放战争那会儿 会有这淮海战役吗 叫淮海 实际没有海 淮河 入东海这儿 有这么一个入海口 一直给田罗经冲到淮河以内 孙娇本来他是蛟龙经属水族 他要进水里面不成问题 随后他就想进到水里 把这田罗经给抓住 进去了吗 没进去 怎么呢 这个雨是谁下了 书龙暗苗 孙娇他那大哥 孙先赐当年的一位朋友 龙卧爷之祖 平和平龙王 怎么叫龙爷之祖呢 咱都知道西游记里边有四海龙王 奥国奥论这几位 这四位的父亲 平和 平代王做的法术下的这场雨 移到淮河这个马上就要入东海 这就属他的管辖范围 如果没入海呢 这是归谁管呢 河博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这个 当年大雨治水有这么三宝 其中一宝就是得这河图啊 治水图 送河图这人是谁呢 河博 河博当年给这个大雨送这地图的时候呢 还让人家射瞎了一只眼睛 人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大河里边出来 正敢对面过来一年轻人 这年轻人背着这么一张弓 你看大河里出来老头 你说谁啊 你说我是河博 好啊 我说现在脑洪水 就是你干的 大公射箭出 把他眼睛射掉一只 射这箭这人是谁呢 这人叫后裔 就射日那位 后裔 咱们射日有功啊 实际在历史上 这人不是一个正经东西 然后后文书说这个 说到哪的时候 这个这个长河的时候 到时候得批两句后裔 咱们扩扩书有他 今儿就不必戏调了 这河博管辖这怀河 他跟龙王关系最好 因为协助大雨治水的时候呢 就有这个龙王 平和跟他这个王妃叫胡飞龙嘛 这两头的联合河博 包括五方先帝四公曹等等一些神仙 辅助大雨治水 大雨治水完毕之后呢 定华夏九州 咱老听说华夏九州 华夏九州 哪一九州 实际不是现在中国这么大地盘 中国这地盘从古至今 分过多少次 历史上这地盘最大的时候呢 是承西斯汗 这位大韩大的这个最大的地盘 当时已经快到西欧那边 整个中国是一个 就是鱼树叶的形状 那会中国地图 后来这个鱼树叶旁边出了一条虫子 这个虫子叫日本 他那形状整是一毛虫 虫的形状 蚕食中国 等把中国吃上了这一条大公鸡的形状的时候 他就不犯粪了 等他整在鸡嘴底下叼着 我早前那个中国华夏九州啊 我查过这地图 那会没多大 就是依着黄河的中下流域 在地图上基本上就是 你要看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从西边这种起 有这么一点小尖往下 有一点像一个大个儿 这么一个葫芦 这么一形状 但中间稍微细一点 没那么细 这边起一尖 这么一个形状 九州哪九州呢 那会古地名 现在还有留到现在 冀州一说冀字 大部分都知道 河北省简称叫冀 主要就是这片地方 冀州 衍州 青州 徐州 徐州这地方现在还有 冀州 衍州 青州 徐州 扬州 京州 雍州 梁州 玉州 大米州 小米州 这后边没有啊 当初九州就这么定 怀河这个地方 整在东海 接海口 这 一场大雨 就把这天罗经 冲到怀河里 平河做法 整个这河面上 有巡海的夜场 你管一段 他管一段 把这整个怀河河面 拉开 看着 如果这个 蛟龙经 孙蛟 他要敢进到河里边 做法 居他 有这 保宫保健 你就射他 不能让他进到河里 因为什么 这田罗经 不是外人 这是我当年 我朋友 蝙蝠经 孙仙次 这是他的母亲 当然 追他这不是外人 这是孙仙次的兄弟 那也不行 不能让他进这河里 孙蛟来到这河边 我就照了几个 怎么进不去 想一转办 想来想去 掏出一张黄标纸来 都得穿一珠沙笔 拿出来 搁舌尖天赶下 写了一张俘虏 往这河里边一扔 什么意思 把这天罗经打到河底下 你别出来 你在河里边 是我现在进不去 我逮不着你 你可别出来 只你一露出水面 我这俘虏就得显灵 我到时候就得派我的道友 我一块修道 那些个妖魔鬼怪 驴经 马经 罗子经 就这些了 昨天咱都知道这三位 我派他们过来 收拾你 他没办法 你头回去了 他就走了 天罗经 就趁到这河底下 他也没有法术 就是个儿大子 怎么一天罗 仗着两个须子 吃点这个浮游的生物小虫 就以此为生 昨天咱们说 胡三姐 就是孙仙次的这个师姐 胡一经 九尾仙胡 胡三姐来找孙仙次 跟他说 你母有难 如今你报恩之时到了 你成神仙 你了道 你得报却父母的恩情 吗如今你报恩的时候 已经到了 随我来 在路上把这怎么来怎么去 这一回事 孙娇 怎么要调戏生物 怎么要吃这天罗经 把这事情跟孙仙次 这么一说 孙仙次心里难过了 如今我母亲 就是一天罗了 现在在 淮河入海口那 有你的老朋友 平河龙王 他保护着 那咱们去看我母亲 不行 先跟着我 找龙王 你得去拜谢拜谢你这个朋友 胡三姐能耐大 胡理经九尾仙胡 大宇的夫人那是他大姐 大宇的夫人也是胡理经 昨天咱们说这点 古代来说 这个 咱们中国有这个明显说法 五大仙 五大家 就胡光白柳灰 胡是狐狸精 黄是什么黄是狼子 白是什么刺 柳就是蛇 灰是什么耗子 这个别的行业我不知道 尤其像我们这行业 说相声 包括这个唱戏 在后台有这规矩 有老鼠不能打 离此不远 我们这有一个园子叫张一元 张一元那后台 经常闹老鼠 他本身旁边有一居民楼 一般这个 有人存活的地方 老鼠就比较猖躯 他在闹老鼠那次 把这个女主持人给吓死了 那会儿是我们那个四宝老师 就是高丰的爱人 在张一元主持 他闹耗子在你 闹啊 闹这地方的心情 他后台是坐着 这么一溜化妆锅 前面有镜子 顺利墙上去 上面有一溜吊罐灯 那个灯下 有一个灯罩 是平板玻璃 在那里边 小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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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跑 给女主持人下歪了 他接着说打 赶紧打 后面有老先生说 他不能打 后台有了龟鱼 龙黄白柳 龟鱼这五的仙 不能打 他要再证明 你这有饭了 你这没饭了 这耗子就不来了 说证明你这就穷了 不能打 好家伙 这句话坑了不少人 我们这演出 一个园子 关于一星期 这星期 我们在天鸟 夏阳鸡三里屯 在夏星期 张立元 这一星期 在这儿 好多演员 带着这个大褂 有这么一个包 那个薛名叫薛包 这是从京剧那行过来 他是过去装靴子 叫薛包 只要我们不装靴子 装大褂 这薛包 就在后台扔 那天是刘霍春呢 还是谁啊 在后台 一开包 祸 有一号 你说这份 啊 我去早间 练了这个 我再先不能打 尤其民间 传说最多 这个黄鼠狼子 你说这个黄鼠狼 他有法术吗 能给人迷入 黄鼠狼子 中邪 这种 确实有这真事 他实际是怎么回事 黄鼠狼嘴里边 有一种 这个分泌物 这个东西 可能要打到人身上 通过空气 粘到人身上 它迷惑人的神经 而且来说 明天您看 有时候现在 那个 您串胡同 能见着黄鼠狼 个儿都大 黄鼠狼子能吃鸡 他能偷零鸡 那鸡做的味 黄鼠狼才多大 他怎么能 把这鸡给偷走 他不是狼啊 他叫黄鼠狼 他是灭吃雷动 这也不属于水产 那么高峰 他也不知道 黄鼠狼子偷鸡 怎么偷呢 他趴在这鸡脖子上 拿这俩爪子 扣着鸡眼 不是那脚并不鸡眼啊 扣着鸡那俩眼睛 让那鸡 他往哪掰 这鸡往哪走 这么把鸡偷过 早先我们这房 老先生有闹 有中过黄鼠狼子 中过迷子 这位叫什么的 说出来 大家可能都知道 叫长宝华 老先生 他那时候特别小的时候 都让黄鼠狼子迷我 这是谁害的 有人害怕 钻工这事儿 这人叫苏文贸 这真事儿 当年怎么回事儿 那会儿在这个 是天津还是北京 他们那会儿演出 可能是西单启明查社 那会儿 还是什么时候 记不清了 那会儿还都小孩儿呢 这个苏文贸 是小蘑菇的徒弟 小蘑菇各位都知道 长宝坤 长城二列什么 在抗美援朝中牺牲了 他是长宝坤的徒弟 拎着喊长宝华 得喊四叔 长江宝四是长宝华 但是这俩岁数 可不是差不多大 这俩都是小孩儿 那会儿是十二三 有一次这俩小孩 在后台打架 俩人就是不是 怎么斗斗了极了 俩人动手了 后来后台人给拉架 这时候谁过来的 长廉安过来 长宝坤的父亲呢 那长廉安的老先生 那会儿在后台 大噱头啊 他长事后台事都归他管 说谁谁得听 你想长宝华再怎么说 那是他儿子 他得笑让他儿子 说这苏文贸 按道理也得怎么说 毕竟长宝华再不对 他是你四叔 但是你长辈 你怎么能把你长辈动手 你这不对啊 咱们已经跟你四叔动手了 要注意啊 说这两句 有时候也劝长宝华 你这一件不行 他跟你谈 你晚辈 你在这动手 把这事儿做就劝了 这个事儿 苏文贸 他就怀恨在心了 他跟我说是差不多的 实际力能耐 咱们听不着过 苏文贸能耐得比长宝华 虽然他倍儿小 但他能耐 他确实不小 苏文贸心里不服 晚上啊 咱们这演出 你看 他正常的晚上演出一般到十点多才结束 过去再拉点玩 有点十一点十二点了才结束 苏文贸回到他那住所就在后台 后台有那么几间小屋 这演员住这家 这演员住这家 里边有炕 他就坐炕上 这有炕桌 这喝着酒 小孩喝点酒 年轻的艺人 怎么不讲究这个 然后有这花生米啊 零食 豆腐干 他这吃喝着酒 顶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犹打他坐 就这炕洞里边 钻回黄手郎子 拱个腿 一下两下 拱松冒腿 冒进去喝酒 什么玩意儿 低头一看 呦 自留一下 这黄手郎就端着 哎 有意思 得一看黄手郎 知道 拿了一个花生豆 把地上去拽 嘎吱吱吱吱吱吱 给黄手郎也吃 哎 你看看 他真牛 再拿一个 黄手 嘎吱吱吱吱吃 来片豆腐干 这个黄手郎 喂吱宝 喂一会儿啊 他这喝酒 待会儿再一看黄手郎没有 就走了 转过天来 到夜里十二点 还是个终点 黄手郎又来了 还是这只 赵方抓要接茬费 第三天 松冒出去买了一只鸡 烧鸡 黄手郎好吃鸡 晚上撕点鸡肉给他吃 一天过去 得有这么小半个月的时间 天天如是 松冒可就起了歹心了 这天夜里边三个厂 他把厂宝宝约到他这屋 四叔别生气了 那些人说不对 不该跟您动手 得得得 当真儿子给您拍兄道歉 您上我那儿喝杯酒 咱们这个爷儿俩 这个增进一下酒意 好好好上这屋 俩人对着喝酒 松冒可就抖一击上 他不是那炕锅 弄张桌子摆炕前面 把炕锅收起来 他让这个 长宝瓜坐在炕 那腿整搭了炕洞一门 他坐在桌子对面 吃着喝着酒 趁着不注意 闲着花上鸡就扔地 喝着 约门着点儿差不多了 把酒杯就放了 他完蛋还喝着没注意 到夜里十二点 有打康洞 自溜一下 这花上鸡出来 他出来先看起 是那花上鸡也过去 大门 大门把花上鸡吃 长宝瓜没见过 低头一下 哎呦 这花上鸡 他看着心 他这么哎呦 正一起炸口 这花上鸡一抬头 小眼睛一般 看见长宝瓜了 扭头看了眼孙帽 再看见长宝瓜 就冲着长宝瓜 就这么一下 长宝瓜 扭头一下 挡炕 这后边不是看吗 扭头一下 一脑袋躺那儿 好家伙 再环想过来 这人可又不是他了 啊 就开始闹 中了鞋子 后台长廉安给他们击坏吧 这怎么回事啊 赵佩如来了 也看 赶紧再看看 是请先生 先生来 你看没什么病啊 一把脉都正常 后来这事谁给了的呢 这人叫李伯祥 李伯祥是赵佩如大徒弟 他那会儿岁数也不大 但是有意见 李伯爷那会儿啊 好研究这个周易八卦 研究这玩意 来了之后 爷也是半针半甲啊 掐指一钻 说这个事啊 你们得问那天晚上 他怎么中了鞋吗 他那天晚上谁跟他在一块 你们找这个 谁跟他在一块 谁钻弄的这事 大伙一说谁跟他在一块 孙帽 把孙帽叫了 怎么回事 你说 给孙帽下坏了 小孩啊 疼疼疼 怎么来怎么去 说这黄瓦囊子 哈 这你怎么干这事 当年 长宝八中过黄瓦囊子 你 后来为什么 你看现在长宝八呢 也有点那个 哈哈哈 老子他怎么收了花花 哈哈哈 这份都不提了 他那说点外插话 咱回头说这个胡三姐 输归正传 哈哈哈 这四个字特别管用啊 输归正传 多远都能给他 瞪回来 胡三姐能为最大 领着孙仙刺 一直来到怀骨岸边 手掐绝孔艳咒 打这海面上 这个水 就忽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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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分开啊 有那是水里 就献出这么一条道 这俩人暗落云头 就落在这道 两人架着云来的 这胡三姐呀 还不算个事 怎么 她是多年的狐狸精吗 有道 孙仙次可是第一回 他之前没嫁云 虽说胡三姐 昨天他不说 教给他一些法术 怎么腾云嫁悟 怎么行这个五行变化之法呀 教过他 早上说孙仙次 他说三姐 你得拔着我点 怎么还拔着呢 害怕 害怕是会运高 你当神性运高 你上辈来扁护精呢 你怎么能运高呢 教你的口学都忘了 没办法 头扎着狗二杂队三杂队四杂队 开摩托车 你不害怕 来来来 你在我这左边 拿你这右手 钻着我这手腕 走啦 走 走 挂他 把手扎掉 对 给腰 就那腰 走 挂着他 指挥着 嫁得云他就来到这拐头岸边 这一瞎见见之后 好孙仙次都看啥了 这法术真高 怎么这也就不会 水得拘开 走走走 按过云头 到这道上往里走 这道能踩 废话 这道能不能踩 就像 落到这河底下 这水就在两边涨着 往这海里边走 就看远处 金光缭绕 锐彩千条 这么一座宫殿 这么一座宫殿 什么地方 水晶宫 不 你看见那处宫殿没有 孙仙次说 看见了 这就是你那个老朋友 平和平代行 他现在所居之处 你母亲 现在被困怀河 为什么我得领你先来拜见他呢 跟你说实话 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 连我都不知道 因为平代王 派寻海夜叉 失了法术 在河面之上 就怕你那兄弟孙娇 如何去陷害你母亲 所以现在你母亲行踪不定 只有龙王爷知道 我得带你先去见他 而且你们俩多年的老朋友 他对你有这么大的恩情 给你帮这么大的忙 你不得先去感谢感谢人家 好好好 说着话 他就来到水晶宫这门口来 有虾兵蟹将 朝礼领报 金钟三响 清代王 衣桌华丽 将接相迎 两边有些个王子英啊 乌龟啊 吹三空打三空 五月相迎 把这二位可就迎接进去 迎到里边一问 我们这次来 一来是向您表示感谢 二来我们向您打看一下这个 他母亲罗元夫人现在何处啊 这不叫事啊 老旁边来了 先不着急 好好续续旧 这份吩咐底下就白酒宴 白酒宴这上面先喝 喝的差不多了 平淡王告诉手底下这么一个鲤鱼精 叫个进去 你带着八个熊海叶上护送我这个朋友 还有这位得道的仙姑胡三杰 护送他二人去找 天罗经 零星公神师里说声尊妙 带着八个熊海叶上 领着他们俩一行戊人 可就奔着淮河里边来了 来到这先得跟何伯打招呼 我们这今天有人来访 何伯在派人 领着他们俩来找天罗经 到这边一看 这片水域很荒凉 四面没有什么生物 没有什么鱼 就有这个小浮虫啊 在水里边晃 水底下很干净 来到这一指 你看见 就在这泥里边 半把身子在里边 半把身子在外边 那大个田罗 这就是你的母亲 孙仙次走过井前 放声碰哭 娘啊 孩儿不孝 我来往了 让娘亲再次受苦 换帮胡三杰 他听不见 听不见 他已经没有法术了 现在他不是那个当年你母亲了 他现在就是一个田罗 你跟他说什么 他也听不明白 哎呀 那怎么办呢 来来你过来 胡三姐 一来的孙仙次 你对 蹲到天罗经跟前 这是胡三姐过来 掐绝念咒 说了几句话 几句咒语啊 还是 田罗的话 孙仙次没听明白 念 就看这天罗呀 打这洞囊里边 伸出这么两根须子 越伸越长 伸得多长呢 顶大了其一 因为我这扇子这么长 头上这两根 可就搭到孙仙次这脑门上 孙仙次也不敢说话 这玩意儿一碰他就回去了 孙仙次拿手 噬着碰了这么一下 这储蓄可没往回吞 孙仙次就明白了 干什么 他妈这摸摸儿子脑袋 儿子来了 哎呦 孙仙次这眼睛 就持不动 你娘了 你再次受苦了 三姐 我得有什么法 能帮我娘给救了 她就在这受苦 不行啊 我什么办法能救她呢 三姐点点头 你真想救她 我想救 好 你要想救她 你这辈子可就当不了神仙 那不要紧 什么时候能当 一千年以后 怎么 那救我母亲 你要想救她 因为你母亲生前作恶太多 昨天咱都说过 他之前都干过什么 胡三姐非常了解 采集男子的鸳鸯真气 具体怎么采集咱就甭说了 时尚汉平啊 时尚辱家 开个房子 怎么着 那就不知道了 呵呵 说你要救你母亲 你得替她了却这多年的孽障 她做的这些个恶 你怎么办 你到时候还回山里边 主心修炼五百年 等你有了道行以后 再过个几十年 也就是修炼个五百几十年过去 你那时候就可以 游离天下赐的不周了 到那时候再过五百年 这五百年之间你必须做满三千件好事 立三千件功行 这前后正好是一千年 你那时候还得晚灯天庭一千年 当你办完这三千件好事之后 你再重新下界投胎 也就是说你这辈子所有的羞耻就全都白费 你得重新修炼 到那时候我自然会去找你 领你再上天庭再怎么修炼 我肯定会去找你 这你不用担心 那行啊 甭说一千年一万年 这也不是难事 三姐我还有一件事情求你 什么事呢 我能见见我父亲 你说这话不算你也为难了 怎么 哎呀 这师尊 如果我领你来探田罗经 他可没让我领你去看你父亲 因为什么 田罗经这好看 他就是管家之地 这是你的朋友 龙我爷在这 你爸现在他不归龙我爷管 他不归盐我爷管 我死了 说这个而且他可能已经转世投胎了 我怎么领你去见 这那我这辈子就不报答父恩了吗 这报答完母恩了 我母亲受那我来看过他了 之后我要给他立三千件功效 那我父亲怎么办 我不说过 你跟他还有父子之缘 你回去接着修炼 将来你自有见你父亲那天 好吧 一一不说 可就尤打这淮河里边就出来了 那几个夜场 他要投了领路那李渔京 这几位还在淮河口那等着呢 我把他们交给何伯了 出来的时候 孙先次问胡三姐 三姐 这几位仙长 没几位仙长 没几位仙长 口内李渔京啊 还说仙长没得到还不如我呢 这几位咱怎么能搭谢人呢 搭谢他们干什么 这手底下你理他们做什么 你好歹领牌子 刚才您这也不对 怎么到头了 你就让他们几个蓝锅 让何伯两个进去 你让他们跟着一块进去不行 这就不懂了吧 这几个都是龙爷手底的小仙 小官 你让他们去见 你来了之后 龙爷吹三宫打三宫 我给你迎接进去了 好大的身份 好大的面子 回头领他们几个来 我探望一位老朋友 我可没告诉他们是谁 来了一看天罗 这几个也是水族 不笑吗 他手底下还有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多了 眼花好过 小鬼难缠 这几个人你不用理他 咱们走 咱们你看 不成理数 走吧 再回到龙宫 跟平和打完招呼 孙先次 可就回到这深山里边 继续修炼来了 咱们说要简短 这五百年里边 依旧是每天 吴三姐过来照看他的公寇 指点于他 顶到第五百年的时候 吴三姐可就不来了 再来是谁呢 文美真人 亲自过来指点于他 赐予他天书两卷 等你来着孙先次高兴坏了 师父 头五百年你怎么过来呢 傻孩子 你不懂那道理 头五百年 我指点你 我跟你说说 没得说 哎 这个很多行业都是这样 拿我们这行业来说 你看就拿说书啊 这三个队都说书 只有两个人 我们先生 说个字说 郭德纲先生 给我们开的功课不一样 所有人开的功课告诉咱们啊 来着之后 你不说书管说书吗 先别说书 说点单狗像 不要说连贯性太大 简单的一些 你这个 你说个张广泰啊 说个马寿出事啊 来花辣签啊 一天就能说完 先说这个 然后你再试试上点 稍微长一点的 有点这情节的 有头有尾 这么一故事 说个几天 唯独两个人 不是这么开的功课 一个是我 还有一个是李根 为什么呢 我们俩之前说过 要开始功课就不一样 跟你们俩就不能那么说 因为你之前有点这种经验 高峰单算啊 那不是我们徒弟 那是我们师叔 还弄了师叔平辈 高老师本身 受过高人指点 金文收金钱 说我跟李根 你们俩在开书 怎么开 你就得就欠开窍 现在你们俩又不开窍 我还稍微好点 李根那个脑子 诶 不过上周 他在这唱山东开书 山东开书 哪能搁厂面桌 唱快书不能搁桌的 他就是厂商快书 没得说 说好些 我们这个德社学员 刚来学相也是 来着之后进培训班 那我酒字的喝字都有了 郭老师怎么不给我们上课 那一天到晚让高峰再打 那高峰说的有什么 他不服 说郭老师不给来上课 郭老师来着说什么 我来着给你讲讲习生梦 怎么回事 你这你他说的明白 你听的明白 刚入门 你这道行太浅 我们有位师哥姓岳 岳云鹏 岳老师 岳老师来到园子之后 三年过去 我们先生才给他说的活 说了一句 你现在才有的让我跟你说 之前我没法跟你说 我干什么 先跟着听 你就坐在下层口那听别人的门事 等你逐渐脑子开点窍 我跟你说这怎么怎么回事 你知道怎么回事 我再跟你说 我先来跟你说三番四头 灯片卖帅 顶袍状态 吃几顿错误 你说这就不懂了 修仙了道也如此 为什么刚开始 我让胡三景之间 他当年是个散仙 胡理精 是有道法有能耐 能耐还不小 给你做点开门工作 现在我在教你 短短几十年 每天文美真人过来 短短几十年 孙仙慈这能耐快都大 比头五百年修炼 那五百年都算白饶 这几十年好家伙 孙仙慈这能耐 将呼风唤雨 洒斗成兵 搬山摩海 居神浅将 张手就是雷 何手就是闪 这能耐大 顶着一千年过去 三千件 弓刑做完之后 再着孙仙慈 下界投胎 投胎到哪呢 这会儿就得往回思议 再得说孙仙慈 当年的父亲孙杰 孙杰被儿子孙娇 推死之后 历经十五世 一千亿年过去 这时候下朝跟商朝 可就基本上都快完结了 这一千年过去 孙杰历经十五世 投胎到河南洛阳 这么一户人家 姓张 他叫张天成 四十余岁 西夏无儿 家中是一个父母 还挺有钱 站着房子 躺着地 到四十多岁 得这么一个儿子 起了一个名儿 叫张果 这就是咱们这八乡里 这张果佬 我说了八回了 他出了一个啊 张果佬 下界投胎 父子二人 双修道 怎么叫双修道 这胡三姐给出的主意 顶到张果 长到这么十一二岁的时候 这胡三姐就来找他来了 来了之后 先变了些个小法术 怎么呢 上一辈子 这个孙仙次为什么没成仙子 家里边阻挠 首先投一个孙杰当初就不乐意 我们你这个当着好好的官 这官不做了 你不孝女活了 你这是成神仙 那我怎么办 上辈子孙杰阻挠 这辈子不能让这事再发生了 来到他们家 我来看你们家的小公子 我要给他当老师 你有什么能耐 喝我这能耐大 说着把抄起一块手冠 挖到面上没戏法 领上仓栋子 瞪不瞪不 吹不吹不 没有夹带藏列 夸老地上一扑 爬变一只邪数 哈哈哈哈 托腿啊 托啊 好大这能耐大 上五年间人也没见过 还能回托 回托就是在穿上 这么一施展法术 张天成我就看了 我说这人真有能耐 你为什么当找我儿子呢 我承仙不行吗 哎 他逗了这个念头了 这个好办了 上辈子你跟你这儿子是怎么怎么一回事 你们俩十五次之前就负责了 你还有一个媳妇 天罗经长得漂亮 现在在哪呢 你甭打准 白河里边修炼 跟他说这事 你儿子如今有大德行之人 将来他要承仙得的道 比我们这一干十种地造化都得大 你不能拦着他 我不拦着呀 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领着孙仙刺 简而言之吧 顶到二十岁的时候 他上辈子多大德行 这辈子就有多大的法术 这基础打得好 他父亲张天成 一看我儿子将来要承仙 那我怎么办 我不能说这辈子原本尽了 我就死了 我也想法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名目法 我来一个指标 这个全看你自己用功不用功了 好 平常孙这个张国呀 他这父亲张天成 爷子俩一块修道 等到这个张国的这个生母 就他这辈子这母亲去世之后 他领着他父亲 由胡三景领着 再到这个淮海村 还到淮河里面 再看看田罗经 这会儿田罗经 可就跟当年不一样 怎么呢 当年那会儿没有法术 五百年过去之后 他在这儿 他本身之前是妖精 会写个土纳之法 修炼五百年 胡三景不是不指点孙仙刺呢 由文美真人接手 这会儿胡三景干什么 来指点田罗经 每天教他法术 在这五百年过去 田罗经把自己这田罗壳 可就修炼的不是当年的田罗壳 藏在水缸里头 谁逮着拿他做法 就把他拘回去 不是 这田罗壳个儿会的大 这里边整个好 盖林洞富士 上下六十八间房 有大正门进去 后面小间还有一后门 里边你说是厕所厨房 有上水有下水 有灯光有煤气 什么都有 这里边开一个道场 不成问题 胡三景 指点于他 等他修除人形之后 告诉他 你怎么了却 你之前的灭障呢 光凭你儿子不行 必须请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师 在你这田罗壳里边 给你做一场法事 干什么 超度亡魂 超度亡魂 把你之前害的那些个冤魂呢 全都给超度 超度亡魂过去的四方经都抢过 这个 早些北京讲的这个 北京广汽四和尚 那边念经 白云冠老道 拥和公喇嘛 三圣安 尼古三圣安 离子不远 就在这个 那个王府 王桥那边上倒咖啡 协定过 在那边三圣安 这超度亡魂 一般来说 你是哪一支 你是哪一个宗教 他要超度亡魂 就让这王魂往哪边走 你要和上超度 往西这走 你要道上超度 往东边走 为什么东边旁来先走 你要是尼古超度 往南本 南本关谁 喇嘛超度 往北边 你说这冤魂 要不他冤魂冤魂 他往哪去 人必打官吧 您看接着 有关那圣子都没有 那就是做法师 这鬼不知道往哪走 这拽着 来说做法师 请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师 就在你这田螺壳里边 领着这个 张天成张我 你前一辈子的这个爷们 还有你前一辈子的这儿子 这两个人 这两个来看望你来 这一家团员 三口跟着胡三姐 再来拜访龙爷平和 来到这儿平和一见田螺经 就这螺原夫人 见面就跟他急了 说螺原的螺原 你可闯了大祸 怎么 前不久 你说你是不是在这水面上 你漏了一回面 这怎么回事 你说这个 你在水面上会漏一回面 就在不久之前 张果得道之后 有一次在这淮河之上 这么一个二十多人的一伤船 风大浪急 眼看把这船壳就要打翻 正在这时候 田螺经啊 画出原形 拿这田螺壳 往上顶着这船一样 这船不要翻 把他这一顶 把这船给顶到岸边上来 他往上这么一顶 这田螺壳这尖子就出了水面 前二叔他们说了 孙娇在水面上扔了一个俘虏 这俘虏就管不用了 他这一出来 这俘虏一打 扑下 一到红光 蹦到半圈空中 离在千里之外 这孙娇给他看见 着自己手下这么一个 修炼多年的一个西游经 西游经手持钢鞭 使一个 竹节钢鞭 就追到这淮河边 一天螺壳就想把这个 一竹节钢鞭 想把这天螺壳给打碎 这边没怎么落下来 熏海叶上过来 把这西游经可就给打回去 打回去不要紧的 这天螺经 你在这一块的行踪可就到了 龙岸见面满脸看 你怎么能在水面上露面 你不知道你儿子当年 怎么在海海海面上找你 撒个符咒 派个人 是我派人挡着 你怎么能随便懂 哎呀 你说这事 这个不赖我 我不能看那个人 他就死在这河里 嗨 你还是好心办坏事 都要不提这事 一看这个胡三景来了 哦 上仙 这会儿管子叫上仙了 那会儿管子叫散仙 这会儿上仙了 怎么回事 一百年过去 这会儿胡三景 已经有了法号 上仙通汇到路 法号通汇 胡三景在这文美真人手底下行差了事 当差不是一百年吗 一百年过去没有差错 给了一法号就通汇 通汇到路 通汇法师 眼看做道场这个日子可就快到了 你说我就在我这东海里边 海海村村口着 那么这场法事谁来做 我可不知道 你得跟我说出来 是不是你哎 胡三景一白首 我可没有这么大能力 我做这场法事 哎 没得得行 上仙已经选好了这么一位了 是谁呢 就是我也让这个天罗经 他们一家子知道知道 给你做法事 这位可是一个有得到的这么一个高人 谁呀 当年张国你上辈子孙仙次的那位夫人你还记得 惠尔姑娘 对 惠尔姑娘 头一辈子原本是上界的一个丝花仙女 就在 你一个仙地 哦 稍有拜访 稍有拜访 你在哪儿住 我在哪儿住 我都住 杨桥 哎 这不巧合不着 哈哈哈 我也住杨桥 哎 我怎么没见过你呢 你出去早回来了 不得拜见了 哈哈哈 你住杨桥哪儿 杨桥这个杨桥大厦 二层 哎 我也住杨桥大厦 这不巧合不着 这不巧合不着 哈哈哈 那我怎么没见过你 你出去早回来了 不得拜见 哈哈哈 你住二层几号 201 我也住201号 哈哈哈 这怎么没见过 你2011住哪儿 2011我住这个北屋 谁抗 我也住那抗了 哈哈哈 那我怎么没见过 这时候渔黄大帝到后边过来 都顺一看上来没见过 哈哈哈哈 玉帝动物 哈哈哈哈 就把这牙给点下去 哈哈哈哈 如今你的这位妻子惠儿姑娘 当初她投胎惠儿的时候 这是她从那仙女投的第一胎 如今她也历经十五世 惠儿姑娘现在投胎江南对住姓何的人家 姓何取名叫何兰仙 这就是后文书咱们说那何咸巫 那么做法事这位是谁呢 这位可是太上老君的大徒弟一席 这一席有一法号 这一席是谁呢 各位可能不知道 当年这太上老君呢 投胎寒谷官 寒谷官这个木桐化青牛 有这么一位一席 他留下来这道德经五千言 是一席留下来的 可不是老子留下来的 这一席有一个法号叫文史真人 文史这名字很雅实 文史真人亲自度化的这么一位得道的高人 此位非是旁人 就是那位思乡的先例 这思乡先例现在投胎到河南 当年太上老君同宗同族 一个理性人家 姓李丹子明玄乃是一位瘸腿道人 好 好